它是主歌和副歌是两种风格 副歌是相对有点中国风的那种感觉 主歌是就是流行的 讲的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讲那个现代约会 虽然两个人很快动心 但是还是想仿照 自己本就是自己的哪一首歌 挺适合广州这种氛围的吗 哎呀嘛广州的氛围 我感觉广州还是相对 我自己的想象来说 是一个比较悠闲的 就大家比较自在 活得比较自在的地方 我觉得上了一些年纪的人来说 他们给我这种感觉 因为我了解的比较 因为我心境就做这些事情 我那个专辑里 没有暂时没有想到 目前 平凡那一天吧 平凡那天 先看看房间 这个要是谁会做早餐 可是好了 这地儿啊 这过去得是几口人住 还是是一家人了 这里头 这我喝 不老小的啊 这个电子琴 这一站我学 这回回都搬的 回回都用不上了 这样也能喝点茶 看看朝向吧 这样也是一样 白茶 看个朝向吧 这个南向 但是为什么是贴窗花呢 这是这边的习俗啊 是怕 真不错啊 这还有这么一个空间 这不错 真不错 这还真 好 真不错 真不错 这是我走迷路了 是203是哪屋 不是 就是几零几 哪屋是哪屋 这是二楼单独的住户 还能这样呢 大家怎么还不来 怎么不来 那边不来 这是你 这个老虎 继续 称臣 艾蕋导演 在这 请说 吓神劲的 艾蕋导演 说两句话吧 艾蕋导演 少上网 走了走了 你现在我们已经来了广州了 你对广州的出印象是怎样的 我不 就刚才咱们去那个酒店 去那个酒店 我感觉 我小时候跟我妈旅游 住过 真的 真的 就跟旅游团 来住过 一天可能 因为我感觉他那个大堂 我有印象 然后我就问那个 送我上楼的那个人 我说 这个酒店是哪年开的 他说92年就开了 所以我大概是跟我妈 可能是98年 或者97年 去过一次香港好像 然后就刚才那个酒店 我好像就住过 那时候我应该才只有 十几岁吧 我觉得广州这肯定有很多美食 然后会有 正好最近我这个嗓子有点疼 然后也想要尝尝广州凉茶 然后给我去去火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好喝的汤吧 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很爱喝汤 其实这是这的美食 那你能给我推荐推荐吗 我玩不 你来了几天了 有什么好玩的吗 比如呢 比如你们即将要去体验的项目就很好玩 是什么 射击的还是什么呀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这一站你觉得爱马导演会给你推荐 什么样的新的玩法呢 这一站是主题式的旅游 这玩一些主题 大家都各种角色的扮演 大家都不说人话了 秋风式的角色式的扮演 然后沉浸式的旅游 开玩笑 新的玩法也抽签式的旅游 把所有项目都写在里面抽 抽完去 不管爱去不爱去都得去的 所以你是喜欢这种未知的挑战是吧 我其实还是 我是挺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游戏的 玩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经历吧